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 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军事动态 以及最新武器装备 本期内容干货满满 F-35A亚太战力大升级可能将要大换新 根据最新消息 近期美国国会可能会要求美国准备两项研究报告 探讨如何才能在2030年之前 完成F-35A战斗机换装新型发动机 这其中包括现役的以及未来将要生产的 早在数日前 动力网就曾放出消息 美国已经研发出了最新一代AETP发动机 并且已经测试了几种原型 美军希望能够通过AETP发动机 大幅提升三款F-35的性能 以此来获得更大的航程与推理 美国空军杂志指出 在目前上代通过的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中提到 这项计划将要求空军部长与美国国防部采购 技术和后勤次长等携手合作 需要在2027年之前提出F-35A换装AETP发动机的计划 同时海军部长则是与美国国防部采购 技术和后勤等统筹设计 要求在2027年之前 为F-35B和F-35C两款战机 完成先进推进系统的换装 而这可能就是AETP发动机的最终设计 当然这也可能是加强版的普惠F-135发动机 不过要同时为三款F-35战斗机 换装最新适应性发动机 费用方面可能并不乐观 尤其是对于目前F-35最大客户的美国空军来说 因为此时的空军正在进行F-35的升级 将它们升级到最新的第四批次标准版 加强雷达性能与电子战能力 另外还会为F-35搭载最新武器 这些都是一笔巨大的费用 目前参与AETP测试的 除了其一的XA-100Y 还有普惠的XA-101发动机原型 通过换装AETP发动机 F-35战斗机可以减少约四分之一的燃料消耗 能够提升30%的航程 制空时间也会增加40%左右 目前F-35A在不进行加油的情况下 航程为2100公里 而一旦换装AETP发动机有望达到近2800公里 同时F-35的加速性能也将获得提高 对于美国空军来说 加强F-35A的航程有诸多好处 能够更适合执行任务 减少对空中加油机的依赖 下面是美国通用原子公司的最新产品 通用原子公司首次公开一款最新开发的无人机 名为莫哈维 尽管目前尚未获得五角大楼的支持 但这款无人机还是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款无人机是由MQ-1C灰鹰无人机发展而来 专为美国陆军打造 相比于MQ-1C灰鹰 莫哈维无人机拥有更大的载弹量 但最吸引人眼光的是 这款无人机具备野战短距离起降的能力 并以支援各式远程和分散式作战任务为中心 莫哈维无人机在搭载12枚HIRFA 多用途反坦克导弹时的最大起飞距离为304米 而在搭载侦察设备时的最大起降距离 仅为122米 而且不需要弹射器驻飞 也不用拦截器降落 鉴于这个特点 莫哈维无人机便能很方便的 在各种前线野战简易机场 甚至是航母等 只有较短起飞距离的平台上进行起飞 也就极大强化了它的部署和使用灵活性 莫哈维无人机除了与灰鹰式的机身外 还加大了机翼面积 并采用高升力的设计 配备有一台450马力的 劳斯莱斯M250涡轮轴发动机 最大起飞重量为3.175吨 有效载荷1.633吨 并能够携带1.610吨的燃油 其滞空时间最长可达25小时 并且采用基于MQ-9 死神无人机和MQ-1C灰鹰无人机升级版的航空电子设备 和飞行控制系统 莫哈维无人机拥有6个异下挂点 最多可以携带16枚 AGM-114L低欲火半自动激光制导导弹 挂载能力是灰鹰无人机的2倍 是MQ-9死神无人机的4倍 同时 莫哈维无人机还可以携带其他的武器 包括SDB小折镜制导炸弹 甚至是500磅级别的制导炸弹 这就意味着 莫哈维无人机还可以对付某些地面防御工事 大载弹量 具备也占起降能力的莫哈维无人机 很可能最终会获得五角大楼的青睐 因为美军武器库中还缺乏类似武器 莫哈维无人机应该并不算太过于昂贵 尽管其科技水平比不上那些具备隐身能力和人工智能的高速无人机 但其依然能够在反恐行动中大显身手 此外 土耳其TBR无人机的成功 已经表明在使用合适的战术下 现役非隐身无人机 依然可以在电子战系统和其他武器的配合下 在常规战争中发挥巨大作用 包括对先进防空系统进行毁灭性打击 下面是瑞典SAAB集团的最新军售消息 近日SAAB集团在位于林雪平的工厂 正式展示了JAS-39英师战机最新改进型JAS-39E的首批六架单座生产型战机 其中两架JAS-39E将交付瑞典空军 四架将交付巴西空军 随后SAAB集团将开始分阶段交付JAS-39E 逐步代替此前生产的JAS-39 JAS-39E是JAS-39英师的最新改进型号 此前曾被称为英师NG 是SAAB集团于2007年开始 在美国的支持下研制的改进型号 与此前的JAS-39ABCD相相比 JAS-39E装备了更为先进的通用电器F414G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就是美国海军大批装备的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使用的发动机 同时也是印度斯坦航空有限公司 正在进行研制的LCA光辉MK2战斗机的动力 最大起飞重量提升到16吨 作为一款多用途单发轻型战斗机 JAS-39英师系列战斗机 自设计之初便强调拥有出色的机动性能 为此该系列战斗机采用近距偶合式压翼和三角翼气动布局 机身小巧 早期型号的机身长14.1米 翼展8.4米 高4.5米 机体大量采用复合材料 轰重6.7吨 最大起飞重量14吨 能够携带多型空空导弹 空地导弹和空箭导弹以及炸弹 也可外挂电子干扰吊舱等设备 火力性能较强 另外 JAS-39英师战斗机 还具备短距和公路起降能力 同时能在所有高度上实现超音速飞行 因此有国外军事专家称 JAS-39英师系列战斗机 是全球最好的非隐身战斗机之一 此次交付瑞典空军和巴西空军的 JAS-39E战斗机 就是由此前型号升级而来 总体性能接近一款中型战斗机标准 其中机身结构调整后 整机尺寸变大 最大起飞重量增至16.5吨 载油量也增加约40% 主起落架位置由机腹下改为E根下 腾出的空间加设两个外挂点 使得该机外挂点增至10个 动力系统方面 JAS-39E战斗机换装美军FA-18EF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使用的 F-414G型涡扇发动机 推力提升20%以上 该机最大飞行速度达2马赫 并具备超音速巡航能力 雷达航电方面 JAS-39E战斗机机头装备 由意大利塞莱克斯公司研制的 ES-05乌鸦有源相控阵基载雷达 该型雷达采用旋转斜盘设计 增大了天线的作用范围 解决了传统相控阵雷达 视野狭窄的问题 能为飞行员提供更大范围的 态势感知能力 驾驶舱封挡前方 安装了Skyward-G红外无源传感系统 可在复杂电磁环境下 跟踪多个目标 提高了战斗机的探测性能和可靠性 并具备一定的反隐身能力 除此之外 JAS-39E战斗机 还搭载了新型导弹告警系统 和敌我识别系统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认为美国F35战斗机的升级 需要何时能够完成 选择升级发动机 是不是为了更好的抢占国际市场呢 欢迎把想法打在评论区 下期内容更精彩 再见 感谢观看